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进一步升温,引发美国一零年期债息,上周五再攀升至1.58厘的高水平。 不过,面对急升急跌的债券知识,股市、货币及商品市场却未有如常作出反应,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大乱。 王Sir解释乱象主要是受到大户在背后操纵所致,并再次重新通胀不会短期内降临。 随着美元回升甚至有降温的可能,通胀不会短期内发生。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早前提出有关通胀的看法,指出随着疫情减退经济活动重启,预料通胀会有所上升。 不过,由于就业市场仍然疲弱,而通胀跟联储局所设定的百分之二目标比较仍会有一段距离。 故通胀并未因而响起警号。 所以,联储局仍然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,由记得上周本难探讨债息急升及通胀的问题。 题目为债息飙升全球央行如林大地,过分反应距离目标通胀还原。 当中黄书再次表明立场,指出即使通胀未来确会因疫情受控,经济复苏而降临,但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。 正好设合鲍威尔的看法,这边商鲍威尔提出无需为通胀感到担忧,但那边商市场并不卖帐。 上周初,美国十年期国债知识一度由对上一周的高位1.614厘回落至1.4厘的水平。 然而,鲍威尔发言过后,债息周目前又回升至1.58厘,加息周期随时开始,根据传统的市场说法,债券知识上升,股市就会下跌,其中导致就因为债息问题,于在前一个星期先跌过一轮。 当周创新高32,001点后,最多由高位跌3.4%至30,911点。 王Sir相信有发跌市的其中一个原因,是股神巴菲特在最新一封的至股东信中指明目前并非买债的好时机。 或多或少会让人联想到此言论跟通胀有关。 甚至因而猜测通胀或已经杀了新,加息周期随时开始,随后鲍威尔公开表明通胀远不及,联储局目标并表明不会急于加息之后。 大使不但未有正面反应,反而掉头再跌一转。 上周四三大指数更跌了过四脚潮天。 由上周高位31668点跌至最低30547点。 此转跌幅为3.5%。 由历史高位计起,到指两星期内最多层跌4.5%。 跌市散户成受害者。 不过,黄叔称投资者不能漠视跌市。 背后的另一原因,大户的武高弄低。 黄叔补充大户营造出杀陆战场的气氛。 其中受害最深的还是散户。 相较道指,纳指最大跌幅甚至达到13.8%。 高低位分别为14175点及12208点。 如散户高追在高位持货。 此轮跌势应造成颇大损失。 非美货币传线下跌。 直至上周五。 金融市场各大资产价格出现了一轮非常古怪的现象。 黄叔指出。 美国10年期债息上周五升至1.57来的高位。 股市却不跌反升。 三大指数升2%至3%不等, 另一方面非美元货币传线下跌。 美汇指数升建92水平。 由价爆升至每统66美元以上, 同一时间金价跌穿1700美元水平。 白银也失手25美元。 几乎所有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都乱了套。 根据逻辑。 若债息上升。 股市就会下跌。 美国债息上升或主要利率走高。 基于其他货币不是零息就是负利率。 受惠于息差优势资金会流进美元资产。 美元就会上升,美元既然上升。 油价自然会下跌。 可视。 上周五的走势却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市场看法。 其中美国一零年期债息上升至1.57厘的同时。 三大股指却录得了2%至3%的显著升幅, 美汇指数升至92之制。 油价就由63美元水平急升至66.4美元, 金价及白银价格大跌。 但美市也已告回稳。 唯一能维持升跌相关性的。 就只有美元与非美元货币。 王Sir表示, 引发金融市场者一轮乱象的源头。 正是一零年期美债知息。 现时标普500指数的平均股息率约1.5厘。 国债知息率则已升至高于1.5厘。 一般仪然如果国债知息率高于股息率, 资金就会流出股市, 转战债市。 不过, 王Sir提出不要忽略一点就是疫情爆发之前。 一零年期国债知息率已升至1.8厘。 所以早前见过的高位, 1.614厘理应不会引发如此大的恐慌。 债息未到大升时候。 另一方面, 鲍威尔也曾经提出, 过当局可以容忍通胀超越2%而不会, 急着加息去作出调整。 那就是放出口风指明息口暂时不会上升。 他又再次强调当局会持续量化宽松。 意味联储局会继续买债。 王Sir表示, 联储局如要继续买债, 当然是会取长债写短债。 如此一来, 一零年期债息又可以有多大的上升空间。 总括来说, 王Sir认为债息仍未到大升的时候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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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